大陆年轻人想脱单 戴着神秘面具来到上海一间酒吧 参加相亲活动 但参加者表示 结婚对年轻人是种压力 那房子肯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 对 可能很少有人 包括很少有女孩子会觉得说 我愿意跟一个男生租房去住 然后去结婚这件事情 所以在经济能力上面 其实可能会给年轻人很大的压力吧 还有年轻人说 政府的政策是治标不治本 但是我觉得很多政策 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并没有切实的关心到 年轻人真正的真实的需求 其实比如说现实的生活压力 房价呀 还有工作呀 还有它的这个学历不断的提升 其实也在延迟它的婚育年龄 中国大陆人口持续减少 成为63年以来 首次连两年呈现负成长 尽管政府发放育儿补贴金 但大多民众根本不买单 婚育价比以前多了 然后生孩子 还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奖励 我觉得有一些作用 但是大家不会因为这个去生孩子 根据统计 2022年大陆总人口减少85万人 2023年再减少208万人 专家市井中国大陆已经步入人口负成长期 少子化问题相当严重 短短五年新生额大减四成 而且连续七年都下跌 原因包括育龄女性减少 结婚年龄延后 加上职场歧视 育儿费用高 也是年轻人的担忧之一 专家表示大陆面临少子老龄化 也会造成劳动力短缺 不过2024年是中国人最爱的龙年 大多专家都预测出生人口有机会回升 但无法改变长期趋势 大陆国务院预测未来出生人口 每十年会减少上百万人 2050年后年均将减少1000万人 也将造成大陆经济疲软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